卫福部在全台20个县市成立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 提供失智患者全方位的医疗照顾 竹山秀传医院的乐智学堂 常年经营的成效受到中央的肯定 成为南投县唯一获选设置失智共照中心的医院 县长林明珍出席失智共照中心的街牌典礼 并且给予支持 也感谢竹山秀传长期从事偏乡医疗与社区巡回的健康照护服务 竹山秀传医院在该院一楼大门口举办 失智工作中心、戒牌典礼及基省会 县长林明珍及多位议员、乡镇市长及地方里长 县内医疗院所代表等多位贵宾也都到场参与 会中以行动话剧演出 老人家失智状况及家属应应方式 还有医院门诊治疗、后续附近与社区据点照顾等服务措施 说明失智共照中心的服务项目 并邀请并友家属、庄小姐、先生说法 分享父亲失智后、做到医院的照护和心路历程 林县长表示 失智患诊照护与治疗是科部容缓必须正式的议题 成立失智照护中心确实有必要 秀庄医院会从过去从MG来照顾老婆 单身老板人 跟现在又推动这个失智共同照顾中心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尤其现在讲解失智的机率率高 所以我是觉得政府推动 这个失智共同照顾中心 我们在大人 整条的性质 提早来跟他治疗 来抵挡他 让他的头发都能够启发 这个失智 这个共同照顾中心 确实非常有必要 那么秀庄是我们南投县 第一个失智共同照顾中心 第一个成立的 我相信这个成立之后 对那些失智的老大人 一定有很大的照顾 十一号林县长也和与会来宾一同为秀庄医院 试制工作中心 举行接盘仪式 场面冷闹温馨 祖山社传医院院长谢辉龙指出 外该院将继续秉持 关怀偏远乡亲与社区健康守护者的运景 在祖山、民间、陆谷、新义、吉吉、水里、中寮、南投、草屯、吉普里等十个乡镇 建构、失智社区照顾据点 统整一室 长期照顾 师府机构与社区资源 并组织坚强的共造及远居团队 提供失智证个案 与其家属 照顾所需资源 营造系统化的就业环境 营造系统化的就业